最初所生产的汽车仅仅只有概括功能 而随着汽车生产技术的互动完善 汽车配置越变得越来越好了 TPS导航 中央显示屏 全景摄像头等等 都让我们在使用汽车时得到了更多的便利 但是在汽车内部存在着这样一个装置 很多人对于它的存在都感到非常疑惑 这款装置就是车在点烟器 由于我国规定 司机在开车时不可以吸烟 那么为何厂商在生产汽车时 依旧保留了这个配置呢 对此 老司机回复道 你对它的了解太浅了 今天就让小编为大家介绍一下 它究竟还有哪些功能吧 第一 点烟器可以充电 虽然点烟器最初的设计 仅仅是为了方便吸烟者吸烟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 点烟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点烟这一个作用了 由于它的设计就像我们 日常所使用的插座一样是充电的 所以只要我们装上插套转换器 就可以用来给我们的手机插电了 对于很多人而言 出门在外手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物品 它不仅可以用来进行联系 还可以用来付款 玩游戏等 所以在路上遇到没电的情况 也是非常着急的 而点烟器的存在 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第二 可以用来烧水 因为点烟器可以连接转换器 这就使得所有可以通电使用的物品 都可以在这里用 而在出远门的时候 路上的路程往往会比较远 长时间开车和坐车难免会感到口渴 在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烧一点热水来喝 毕竟和冷水比起来 热水对人的身体更好 并在在高温的作用下 也会有更好的杀菌效果 第三 用来点烟不会产生明火 既然汽车上设置的有点烟机 那么也还是可以用来点烟的 它和普通的打火机相比会更加好用 因为它不会产生明火 所以在使用时不用担心 因为风大会将火苗吹灭 安全系数也会更高 或许也是出于这一方面的考虑 所以厂商在生产汽车时 也没有将点烟机取消 不过大家在点烟以后 记得不要在车内抽烟 以免对汽车造成不必要的损伤 总的来说 点烟器的作用还是非常多的 不仅可以点烟 还能充电 浇水 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会经常用到这个装置 不过 由于这款装置也属于电源输出口 所以已经记得不要把水 食物等物品放在它附近 以免对它之后的使用造成不好的影响 除此以外 在车上有小朋友的时候 也得注意不要让小朋友接触它 来好看视频